期待他能夠為人師表 也能夠為台灣的師表 碰到這樣的人民的聲音的時候 他應該求忍得忍 自動請吃 你認為要給他留就留 你認為他要離開就離開 不要再為了陳明通的去留 不斷的成為我們所有媒體的版面 陳明通局長曾經給我們教授他下台 請問問為什麼看陳明通比較好 陳明通局長其實在發聲之初的時候 我曾經跟國安會秘書長 也跟總統的秘書長談論這個問題 我衷心期待 他能夠自動請吃 早在零日間發生路人抄襲的時候 我就有這樣的建議 可是沒有被採納 那現在我當然也期待他 能夠為人師表 也能夠為台灣的師表 碰到這樣的人民的聲音的時候 他應該求忍得忍 自動請吃 其實地方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去留問題 一直討論一直討論 被媒體一直不斷的討論 其實說真的 對我們的執政也是傷 該怎麼做就一次說清楚 你認為要給他留就留 你認為他要離開就離開 不要再為了陳明通的去留 不斷的成為我們所有媒體的版面 這是不應該的